股民把上交所系统都给干崩了 牛市真的要来了吗 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 9月27号上午 A股三大股指继续上行 超5000只个股开盘飘红 成交额超3000亿元 创业板值涨幅大至8.11% 创2015年9月16号以来盘中最大涨幅 火爆行情下 上交所交易系统出现异常 延迟现象 目前正在就相关原因进行排查 以及陆续恢复正常 网友蜡评 这么多年没这么活跃了 系统都不适应了 上交所这回玩笑是搞大了 上交所的股票买不了 都去买深圳的股票了 不要耽误股民赚钱呢 一位资深市场人士分析指出 这可能是订单拥挤引发的塞单 在历史上 其他交易所也发生过类似的交易异常 具体表现是订单回报出现延迟 交易者长时间不清楚以报委托状态 交易者不断撤单并重新申报 导致券商到交易所的流量迅速激增并激压 不过投资者无需担心 在系统疏通以后 交易所会对此发布公告 期间的撮合成交均会正常处理 话说你这几天买股票了吗 赚到钱了吗